啊啊啊 完整繼承風之谷的紙娃娃和眾多任務 針對手機平台設計了許多便利設定的口袋風之谷 一推出之後就大受歡迎 不過一些基礎系統和 PC 版還是有些許不同 因此今天的電玩蜂 就要來好好講解 口袋風之谷的新手知識和規則 讓大家能夠快速上手喔 不像 PC 版擁有眾多職業 目前台版的口袋風之谷 只開放了遠距離的天使破壞者 戰士系的惡魔殺手和盜賊系的隱武者 玩家們只要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就可以開始囉 至於玩法則和之前差不多 玩家要在城內接任務 並且出門打怪來練等和升級 在這裡告訴玩家們一個小撇步 初期沒有餘力購買回塵捲軸的時候 可以善用任務欄裡的快速移動 來進行回塵或是前往地圖等行動 而在20等之後 還可以藉由進入地城的方式在野外買水 如果不想傻傻的在地圖間穿梭補給 一定要熟悉這兩個實用的小技巧喔 在升級之後 一樣會有 AP 和 SP 讓玩家為職業和能力配點 雖然各職業的技能配法各有不同 但能力方面則基本上都是在兩個主屬性之間做抉擇 比如說天使破壞者就是敏捷和力量 隱武者就是幸運和敏捷 至於要選擇全攻擊 先防後攻或是主能力兩點 負能力一點這種點法 就要看玩家你自己的選擇囉 同時也要記得 如果不想配錯點的話 要先把預設的自動配點給關掉喔 另外在遊戲的初期 玩家的經濟必定會非常拮捷 在防不高又打不痛的前提之下 拆買個幾瓶水可能就會破產 而此時最好的方法 就是使用口袋風之谷獨特的內掛 也就是自動戰鬥系統來賺錢囉 玩家可以先回到等級稍微低於自己 不容易受傷的地圖 在那裡開啟自動戰鬥 這樣不僅能拿到不少金幣 等級方面也能夠獲得些許的提升 再要注意的是 遊戲存在著懲罰機制 掛網時也不會自動施放技能和喝水 所以能掛的地圖和拿到的物品非常有限 有空的話還是先以自己練等級為主 等真的缺錢的時候再來掛網吧 當然如果玩家不想要掛網的話 也可以嘗試使用裝備合成的方式來賺錢 只要將幾樣不想要的裝備合成起來 變成高等級的裝備 就能夠獲得較高的賣價 而且這個系統也能夠讓你把不同職業的裝備 洗成你要的裝備 所以如果等級已經足夠闖蕩地沉 不妨偶爾把有顏色的裝拿來和白裝混洗 或許就有機會出現意外的驚喜唷 另外雖然已經特別挑選了低傷害的地圖 但為了讓掛網順利 有先錢的話 也可以選擇花費些許金幣購買強化捲軸來使用 在初期強化武器的效果並不爭 所以玩家可以選擇去強化會增加HP回復的戒指 只要有了足夠的HP回復並且挑好地圖 就算完全不喝水 刮上一個晚上也不成問題唷 當有了一定的等級和裝備 就可以跟三五好友一起挑戰地沉啦 只要點擊右上角的地沉圖標 就可以藉由消耗次元之境 前往與你等級相符的地沉 玩家必須在這裡額外配置地沉專用的快捷鍵 購買藥水以及組隊才能夠進入 而且由於是多人副本 所以地沉內的怪物都遠比相同等級的普通怪物還要強 最後的BOSS更是擁有壓倒性的火力和戰鬥力 順道一提 在這裡雖然能夠叫出傷成寵物 但是卻沒辦法自動戰鬥 所以一旦進了地沉 就使出你的權力手動打王吧 有了以上的基礎知識 相信玩家們很快就能夠邁向進階的高手之路囉